这位大姐说老公上厕所时将烟头丢进马桶 结果马桶发生爆炸将人崩飞并失去了小弟弟 难道马桶爆炸真的有这么大的威力吗 为了验证大姐说的爆炸有没有可能发生 刘烟祖打算亲自试一试 首先他们来到了马桶市场 左挑右选之后 终于花大价钱买下了这个味道很伤头的二手马桶 但由于没人愿意失去自己的小弟弟 他们只能再拼兮兮买了一个假人 看马桶爆炸能否将它崩飞 由于假人的手指不能活动 吉米为他制作了一个可以遥控的机械手 用来模拟丢烟头的动作 而为避免出现漫天飞舞的壮观景象 两人用聚碳酸树枝材料打造了一个防爆屋 接下来他们来到专业爆破场地 将所有道具安装在合适位置 考虑到实验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他们还请来了救护人员随时待命 为了更好展现马桶的爆炸效果 本次实验将分别用不同的易燃物体挨个测试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首先进行的是人类高质量男性必备发酵 对准马桶喷完一整瓶发酵之后 一气发出警报表示已经达到爆炸浓度 吉米按下遥控释放了假人手中的烟头 但马桶没有任何动静 紧接着他们使用杀虫剂再次进行实验 然而结果还是和之前一样 烟头掉进马桶直接熄灭了 由此可见 烟头的火星无法产生足够的热量使两种气体爆炸 那如果直接用燃烧的火柴 又能否点燃马桶里的气体发生爆炸呢 这一次吉米双管齐下 将发酵和杀虫剂全部喷在马桶里 然后释放点燃的火柴 虽然只有扑了一声 但马桶终于有了反应 随后他们拿出易燃性更高的钉丸 当火柴掉落的瞬间 随着砰的一声 马桶里冒出三英尺高的火苗 但威力远没有达到将假人炸飞的效果 眼看流言就要被终结 吉米戴上防毒面具 直接将一大罐汽油倒进马桶 然后把烟头丢了下去 只听见虚的一声 烟头居然熄灭了 亚当拿起遥控器 准备用火柴再试一次 里面的汽油瞬间被点燃 但也只是燃烧 并没有达到理想中的爆炸 最多也就将屁股烤熟 为了能让马桶发生爆炸 最终两人寄出了大杀器 黑火药 他又能否将人炸飞呢 但救护人员担心黑火药威力太大 要求吉米先做个小测试 让他们有个心理准备 展示完威力之后 两人将假人按照蹲厕所的姿势摆在马桶上 随后在他的裤裆下到满一整罐黑火药 关好门后吉米按下了遥控开关 剧烈的爆炸直接将防爆屋炸飞 但假人老兄除了屁股被烧焦以外 没有任何受伤 依然以优雅的姿势坐在马桶之上 所以大家可以安心上厕所了